新华社上海12月26日电,记者卢宇辰,朱宏,新华社记者26日采访上海长征医院获悉,前奥运冠军,著名拳手邹世民因眼部严重不适急诊入院,后经诊断,双侧眼眶有多发性骨折,轻度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等症状,若想完全恢复正常非常困难,并且可能留有后疑针。 长征医院眼科主任魏瑞丽告诉新华社记者,搜视名因眼睛剧烈疼痛,事物模糊,左眼视力下降及诊入院,睁眼不能持久,向上,向涅侧看物体时左眼刺痛由肾,并有波浪感以及重影等影响行动的症状,经眼科检查,左眼视力0.1,双眼同时不能持久事物。 此共振和CT影像学检查后发现双侧眼眶有多发性骨折,新鲜及成就性,左眼眶内侧臂,下侧臂骨折,特别是下臂骨折,这些部位骨折会引起眼部肌肉欠钝在骨折缝中,影响眼球运动, 这是导致其视力下降及视物重影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还发现轻度白内障,玻璃体浑浊,眼球凹陷,又掩饰网膜裂孔曾做过激光封臂数。 视觉电生理检查发现双侧是神经潜伏其延长,表明视路受损。 这些和眼部多次反复受伤有关。 魏瑞丽告诉记者,入院后经过改善微循环,营养肌肉血管药物治疗,左眼视力有所恢复,但严重影响双眼视功能的另一因素及视物重影模糊问题因眼睛运动肌肉欠钝一时无法解决。